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近来发觉香港人对体操运动的认识开始减少 香港政府对体操运动的发展也没有积极地支持 所以我们想透过介绍体操运动来增加大家的兴趣 之后我们将会播放一个著名的体操运动员李小鹏的片段给大家欣赏 看完李小鹏的片段之后 现在让我简单地介绍一下李小鹏的背景 李小鹏在1981年7月27日出生 他是湖南长沙人 也是退役的中国体操运动员 他曾经获取过16项世界冠军 所以成为了中国奪得最多世界冠军的体操运动员 了解完李小鹏的背景之后 我们现在即将播放体操的基本动作 側手示范 请大家欣赏 接下来是我们的真人示范 接下来是我们的真人示范 看完质手番示范之后 我们现在即将播放另一个体操项目 跳马介绍 请大家欣赏 经济体操第二个项目 跳马 据说跳马是罗马帝国末期所使用军事奇数训练的木马也变而成 从跳上跳下发展为跳马运动 跳马的完整动作从助跑开始 双脚并有伤害 踏翘第一成空 双手支撑 第二成空 双腿并有伤害 落地完成动作 这就是跳马的马 前面的弧度是有经过安全上的设计 也避免选手因为碰撞的关系而发生意外 跳马规则必须用双脚踏板起跳 也允许做一个准备动作 越过马身时必须用双手支撑马 加上各种翻腾 转体来完成动作 每个动作都有相对应的分数 难度越高 分数越高 在相关跳马介绍之后 相信大家对跳马也有了认识 现在我们即将播放另一个体操的基本动作 跳箱示范 请大家欣赏 很辛苦 文章 以下来我们的跳箱真人吃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